原坤列场身败名列 欲向郑秋冬复仇 来源 凤凰网娱乐 自从到杭州重新开始之后 郑秋冬 胡歌市 三观正当让网友们忍不住为他点赞 在昨晚2007热血竹梦 纵横职场年度压轴剧之列场中 郑秋冬及时制止了袁坤 李强市的威胁行为 让陈修丰 胡冰市 和奎黄 柯兰市的20周年词婚纪念庆典 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完美落幕 然而 袁坤与郑秋冬之间的纠葛 还没有结束 袁坤任务失败被辞退 身败名列郁家 害郑秋冬之前 和谈的方式 没有让袁坤醒悟 郑秋冬又像是妙计 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让袁坤不得不终止了 列臣修丰的计划 看似圆满的结局 但袁坤却因为任务失败 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仅使自己遭到投诉 面临被开除的风险 还让公司在业内也丢 聊口碑 这对注重名誉的袁坤 打击很大 对于造成这一切的 罪魁祸首正秋冬 也是怀恨在心 俗话说 兔子挤了还咬人 被逼挤了的袁坤 也变得更加危险 在预告片中 袁坤和索尔阿法式 进行交谈 索尔告诉袁坤 阻挡他成功的人 应该干掉他 对此 袁坤表现得若有所思 网友们不仅开始 为郑秋冬的安危担心起来 感觉袁坤要黑化了 郑秋冬要注意啊 那么 接下来 袁坤又会做出 什么疯狂的事情 郑秋冬能够化险为一吗 罗伊人 郑秋冬讲 因为爱情裂痕越来越大 罗伊人直言 他们不合适职场上 为街四府 郑秋冬的第三段也出现了裂痕 在慈婚庆典上 嘉一梅 张灵之事 发现了郑秋冬和罗伊人 坚人姿势 之间隐藏着些许不寻常 有了雄青春 望茧式的前车之鉴 嘉一梅决定和罗伊人展开正面交谈 说到郑秋冬 说到郑秋冬是我的全部希望 罗伊人能够远离郑秋冬 面对来势汹汹的贾一梅 罗伊人也毫不示弱地表示 你们不合适 两人都不退让 吃过群众的好奇心 瞬间被点燃 这是要抢人的节奏啊 一个是旧情难忘的初恋 一个是体贴入微的现女友 这一场爱情的战役中 谁会成功呢 今晚是9比5 灵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猎场 爱情这道选择题 看郑秋冬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张国荣包姐去世 曾透露弟弟被送出命之46岁网 一娱乐11月28日报道 据港媒报道 张国荣姐姐张绿萍 于11月25日因肺病去世 享年79岁 据其长女卖家轩透露 母亲走得很安详 没有任何牵挂 张绿萍曾担任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 以及国际妇女论坛的 全球副会长 1978年 邓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张国荣有师兄 弟姐妹 她是最小的一个 而张绿萍是家中长女 姐弟俩年纪相差18岁 但性格上却是最合拍的 张绿萍曾在庄访中谈起弟弟 称他小时候就像娃娃一样 家里的几个姐姐都很爱逗他玩 据悉 一开始父亲不同张国荣进娱乐圈 张绿萍给了弟弟很大支持 后来 蓝莉初到被人欺负 回家也会跟大姐倾诉 姐弟俩的感情因此变得很好 张绿萍曾形容张国荣是一个 很贴心的弟弟 记得当年蓝莉当年走红后 突然送了一个乡架给他 里面放了一张张绿萍的婚纱照 而旁边就是当时只有9岁的Leslie 这个相价成为张绿萍最珍贵的礼物 并一直放在办公桌上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宋玉鑫 NK6612 分享 在相关阅读 无精亮相思路电影节开幕 回应传言 不是我的原话 不负责腾讯娱乐讯 文耿杨 11月28日晚 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在福州举行了开幕仪式 当晚 作为电影节推广大使的 吴金主拐走上开幕篮盘 并且在开幕仪式上 向世界推荐丝绸之路电影节 与中国电影 在接受采访时 吴金对自己的芯片保密 不过他表示芯片一定会 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 对于网络上的关于他芯片的传言 他回应说 许多人已经帮助我做出了人生规划 对此我表示感谢 不过我的人生之路还要我自己走 网上所有与我有关的信息 只要不是我吴金的原话 能否实现我均不负责 谈到现在跨界当导演的现象 吴金表示确实如此 现在当导演门槛比较低 只要往前迈一步就能进去 他打趣说 就像跳楼的人一样 跳下去之后能不能活着回来 就是另一回事了 吴金在开幕蓝坛上 亮相从11月29日起 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将连续举办中外电影展映 业界看片 首届电影海报学术盛典 电影创投会以及中外电影合作论坛等活动 谈到为何来到福州 吴金说 我与丝绸之路电影节有缘 我曾担任过丝绸之路电影节颁奖嘉宾 这次是以电影节推广大使身份来福州 由于之前做了膝盖手术 吴金只能主管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当晚的开幕仪式上 吴金作为大使 推荐了金丝路电影节26部入围影片 他还用英语向大家发出邀请 希望更多的电影人来到中国 责任编辑 严重收藏本文 分享 赞 以相关阅读薛之谦发布会 必谈理与通 港夜谢歌迷网易娱乐 11月28日报道 薛之谦新专辑 The Crossing 发布会11月28日举行 现场看到朋友们的祝福 薛之谦表示很感动 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我会继续好好做音乐 因为那是我的全部 看了粉丝祝福VCR后 他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你们还相信我 无论顺境里紧 只要能唱歌 我都愿意 最近薛之谦的消息不多 与前女友纠葛让他用 很久时间建立起来的人设崩塌 事业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不但广告毁约 连综艺节目也被停掉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宋玉鑫 NK6612 分享 赞 亦相关阅读 至少 感谢观看